南投区环翠国际统计会推动停课不停学热养计划 日前特别捐赠助学金 给中疗乡清水以及永乐国小两个学校 南投区会长江秀珍代表捐赠两校四位经济落实的学童助学金 希望透过活动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人关心参与 为偏乡教育尽份行礼 今年国际总会的目标是 鼎量儿童未来 主要是要承办一会一校 有各统计会的分会来到学校认养学生 尤其是边年户 所以是助养一年就是要一万二的敬畏帮忙学生 让他有可以买文具这种好处 我们很谢谢我们那个环策同期会 江会长能够鼓励他们的会员 用月监管协助这个工作 谢谢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清水国小捐赠助学金 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因为我们的一点点的捐赠 来让他们的科业上学习上能够更有注意帮助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举动也能够让大家能够共襄胜举 来帮助这一群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谢谢你们 南投县康复知有协会承接的县府食物银行 浊水西线加码捐助一大批的物资 并带来十多箱的二手玩具 希望让偏乡学童享有玩具陪伴的快乐童年时光 期盼未来能够继续结合在地团体 宣导食物银行服务的讯息 发掘潜在的需求民众 让社会资源与爱心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二手玩具回收我们跟全台湾的Toyota合作 每一个Toyota的销售据点都有一个玩具回收箱 那这个玩具回收非常有意义 就是因为我们让整个地球可以减缩 可以大家重视环保 也让偏乡的小朋友可以得到 这些都市里面非常好的玩具 能够有效的再利用 也让我们的偏乡学童在休学之外 的休闲娱乐可以更快乐 那也非常有意义让这些玩具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环翠国际同机会对我们的孩子提供助学金 来帮助我们努力向上积极奋发的孩子 给他更多的成长机会 第二个部分是由我们南投县 嘉南康夫之有机会来捐赠物资 那结合我们在地的食物银行 来帮助我们偏向的孩子 能够在学举之旅 有更多的丰富的学习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善心的结合 善念的结合 这样的善心善念能够在学校里面传承 把这样的好的想法传承给孩子 那代代的传承下去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学校感谢捐赠单位的善行依据 提供助学金之外 并且结合在地食物银行等单位 送爱到清水国校加汇片香学子 主办单位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产业 许多家庭生计也受到影响 期盼透过活动 帮助片香学校部分家庭 发挥雪中送炭的精神 让社会更加温馨美好 记者商清福 周遥乡采访报道